美丽的海滩突发意外 一家气候欣然出游 却发生难以挽回的悲剧 是游客自己不是规劝 还是海滩方面管理不善 湛蓝的海水下 隐藏着怎样的致命危机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夺命海滩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纪飞 眼看着马上就要到暑假了 又到了带娃出去旅游 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年年夏日 旅游的首选是哪呢 有人可能会说了 但是海边啊 大热天的往那清凉的海水里头一泡 多酸酸啊 没错 天气热起来了 大家就爱往水边凑 不过水多的地方危险也大 每年我们都听说过 不少因此发生的意外事件 我们今天要说的 就是这样一起意外 可是他的严重程度 以及他带给人们的警示意义 却是发人身形的 出了什么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事故呢 是发生在海南三亚的 大东海海滩 画面上一名中年男性躺在沙滩上 看似已经没有了知觉 急救人员呢 正在紧张地为他做着心碎复苏 希望能够挽救他的生命 家属在旁边急得是痛哭流涕 而在一旁呢 还有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孩 也讨论了自己 无法动静 但是他看起来嘛 还是有呼吸的 急救人员正在安抚他 家属和急救人员 正在急迫的期盼着 120的到来 因为现场的情况很不好 虽然急救人员一直在努力抢救 可是男子一直没反应 一旁男子的妻子呢 已经快精神崩溃了 情况恐怕比看到的还要糟糕 看来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溺水事件 肚子岸上这两位 水里头还有俩孩子呢 经过了解 溺水的这名男子呢 叫易某刚 旁边呢是他的侄女 最后呢 在大家焦急的期盼中 120急救人员 终于赶到现场 继续为易某刚进行兴奋复苏 家属呢 也在不停的为他按摩 试图救回他的生命 最终结果如何呢 侄女嘛 倒是没什么大碍 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但是易某刚 最后却因为抢救无效 持续了生命 很遗憾 易某刚还是没有能够抢救过来 一个家庭的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可是接下来 一个令人更加心痛的消息传来了 易某刚和侄女被救上案之后 负责当地海滩经营的大东海公司 派出了五艘摩托艇和两艘交通船 三亚海上搜救中心也派出了两艘搜救船 在事发海域不间断的搜救 当天晚上十点多和第二天上午十点多 分别将易某刚的两个侄子 居某坤和孙某 打牢上岸 但是很遗憾 两个人均已失去了生命提升 两个侄子和易某刚本人 一起逆亡事件 一下子就造成了一个家庭 丢掉了三条人命 这损失未免太过残重了 大家一定很关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意外 画面上的这位是杨春梅 就是已经去世的 易某刚的妻子 说起整件事情的过程 杨春梅是悲痛欲绝 她说他们一家是成都人 一大家子七口人 那次是专门来海南旅游看海的 当时一共是七个人 就是我老公和我孩子 然后还有老公的妈妈 然后还有三个外甥和外甥女 一共就七个人 一起到那个三亚大东海来玩的 为什么要选择三亚的大东海海滩呢 那也是不常来的 原来这个大东海海滩呢 是海南三亚著名的海滩之一 这里的三面环山 绵长的海岸线 是一个不常行程的半月型的潜水海湾 风景呢 那是优美一人 特别是到了夏天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 到夹和大海亲密的接触 是当地旅游的大热门 姚春梅说呀 到了海滩之后 当天晚上他们就迫不及待的 来到了大东海海滩 因为老母亲年纪大了 大家呢就把她留在了岸边 他们夫妻俩就带着两个侄子 一个侄女还有自己四岁的女儿 来到了海边 第一次见到大海 这几个人呢都激动的不行 恨不得立即就能下水玩耍 可是因为是旅游旺季 海滩上人很多 他们就想着找个人少一点的地方玩 杨真梅说呢 当时他们就沿着海滩一直往东走 终于走到了一个相对来说 人少一点的区域 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特别是两个侄子和侄女 他们纷纷跑到海里去吸水 不过因为怕危险 刚开始的时候呢 也就是在潜水区 没有跑得太远 而易某刚夫妇呢 因为要照顾四岁的女儿 加上也不会游泳 于是呢就没下水 只是在沙滩边上玩 刚开始一切都正常 难得见到大海 大家心情很是雀跃 杨春梅呢 还拿着手机不停的给大家拍照 可是拍着拍着 她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 我就从那个手机那个里边 我就看到那个 我侄女在那不停的那个滑水 而且是很用力的在那滑 而且只有一个头在外面 我就觉得怎么回事呢 她怎么那么看上去那么吃力呢 我让我老公站回去看一下 她就说去把她拉上来 当时易某刚可能还不知道 侄女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以为她是游泳游泪了 就跑过去想把她拉上来 可是谁知道刚一拉住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把她也卷到海里去了 这个时候站在岸边的杨春梅 立马就发现情况不好了 她自己就用力的那儿挣扎 那时候我才感觉出事了 我才感觉她不会游泳的 她都在让你挣扎了 证明她已经踩不到底了 当时看到这一步 杨春梅已经急着跳脚了 恨不得马上就游过去救她们 可是她也不会游泳啊 首都公司她赶紧就向附近 汽水的游客求救 有人溺水了 赶快来救救她们呢 可当时那种情况下 大家都表示不会游泳 直到景区的救生员赶到 这才把两人救上来 实施紧急抢救 可是结果呢 却让杨春梅无比的悲痛 侄女呢是救过来了 丈夫易某刚却溺水身亡了 最后两个侄子也都没命了 这两个侄子是易某刚 两个姐姐的孩子 一个孙某才刚满18岁 刚刚考上大学 本来这次旅行呢 就是为了庆祝她考上大学 才策划的 另一个居某坤呢 才19岁 也是一名大二的在校学生 原本吧 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大家庭 瞬间就变得智力破碎 事情发生之后 两个孩子的父母 得知了这个噩耗 都是伤心意诶 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孩子 不管读书学习还是做人 在家里我从来不来看她照片 我那房间我都不敢进 她的所有的东西 我都跟她保持原样 在我的意义中她还没走 我这个孩子养得这么大 突然就没有了 给我感觉我以后 给我感觉我以后的生活 就没有什么目的 没有什么判 突如其来的悲剧 带给一家人的打击是致命的 他们内心的悲痛 那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 除了要忍受亲人 突然离世带来的伤痛 事情接下来的发展 更让他们始料未及 怎么呢 是这样的 事情发生之后 杨春梅和家人呢 觉得很不甘心 三条人命啊 总不能就这么没了呀 必须得有人来为这个事负责呀 谁呢 当然是海滩的精英 管理公司了 也就是之前说的 那个大东海公司 是这样的 大东海海滩呢 是个开放式的景区 不收门票 大家可以随意进去游玩 不过当地政府呢 把海滩的这个精英 管理权承包出去了 叫做大东海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大东海公司 他们享有海滩 经营权的同时 也要承担 海上安全救护的工作 杨春梅他们觉得 既然他们是在海滩上游玩 那作为海滩的精英管理者 就有责任和义务 保障游客的安全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理应由他们负责 说的嘛 确实不无道理 可是他们怎么都没料到 当他们找到大东海公司 要求对方承担责任的时候 对方竟然表示 这事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不需要为此负责 接下来大东海管理公司 就说出了一个 让人十分意外的情况 大东海公司说呀 是这样的 一我刚他们出事的地方 虽然与他们景区的海域相连 但根本就不在 他们的管理范围之内 而是一个军事管理区 那地方是去不得的 那是军事禁区 做一个成年人 都懂得军事禁区是禁不得 而且大东海公司表示 为了区分两片海域 防范风险 他们特意在中间 设置了一个铁制的隔离带 旁边还设置了警示标志 提示游客禁止跨越隔离带 是一谋刚他们不遵守规则 随意攀爬隔离带 进入了禁区 这才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事故 所以这事要怪 只能怪他们自个儿 不能怪警区 事发之后呢 他们的心情也很复杂 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复杂 反正也觉得很遗憾 也就当时又觉得也有点生气 就因为客人不听清楚 也不在我们指定的地方去游泳 大东海公司的意思是 他们也很无奈呀 明明已经设了隔离带 也有警示标志 总有一些布丁化的游客 非要一意孤行 现在出事的 能怪他们吗 听到这儿呢 可能会说了 也是警区已经有提醒了 易某刚他们是成年人 应该看得懂啊 为什么还要违反规定 跑到禁区里边去呢 可说到这个呢 杨春梅就更是气愤了 杨春梅表示 没错 事发那边区域呢 确实是有隔离带 可是当时他们去的时候 是傍晚海水退潮 隔离带和海水 差不多隔了有20多米的距离 人呢完全可以自由通行 不需要攀爬就能过去 所以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 那隔离带是用来干嘛的 最关键的是 当时他们也根本就没有看到旁边有什么警示标志 所以一家人认为就是大东海公司没有进到充分的提醒义务 导致他们踏入禁区 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 可是大东海公司却坚持认为 该做的他们已经做了 再说这是个开放式的景区 游客想去哪玩 那是他们的自由 他们不会也无权干涉 除了这种事 他们也不想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他们愿意拿出10万块钱给家属 聊表心意 10万块 这下一家人就是气氛难平了呀 三条人命就10万块 最关键的还不是钱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 对方根本就是在推卸责任 多次协商无效之后 他们一怒之下 就把大东海管理公司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们为这件事情负责 三样是成交人民法院 受理了这个案件 那对此法院会怎么看呢 一审的判决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可是这个结果呢 可谓大大出乎杨春梅和一家人的意料 三样是成交人民法院认为 确实是易某刚等人 无视军事管理区的警示牌 走出了大东海公司管理区域范围 这才导致他们发生溺水事故 所以后果由他们自负 大东海管理公司没有责任 但是拿到这个结果 杨春梅他们是一万个不服气 说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不管怎么说 作为海滩管理者 他们怎么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呢 他们当然不能接受了呀 立即就上诉到了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要求二审 二审过程当中呢 杨春梅表示 就算按照大东海公司说的 他们设置了隔离带 有警示标志 他们依然没有进党管理责任 怎么呢 因为这地方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事故多发区 根据一审中媒体 我们搜集的媒体报道 在三年内有28名游客逆亡 这是个事故高发区 非常危险区 它应该用与这个风险度 它用匹配的险度方式 去警告提示游客 而不是常态化的 就是四个四个风高浪击 就可能下海游泳的危险 因为这样 引不起游客的足够的重视 三年内28名游客逆亡 一年内就差不多有上十个逆亡事件 这个数字确实是非常惊人 杨春梅觉得这个数字正好就反映了景区存在管理上的重大缺陷 想想看呢 如果他们真的足够重视 怎么可能连续三年发生这么多起事故 这不是管理失职事实上吗 杨春梅这个反驳确实是很有力度 可是这还没完 紧接着杨春梅还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他认为这也是直接导致丈夫一模刚死亡的原因 他觉得大东海公司的这个救护不及时 杨春梅说他记得很清楚 当时事故发生之后 他就四处孤救 可一直过了七八分钟 警区的这个救生员才赶到现场 那种情况下一秒钟就是在生机 七八分钟意味着什么 那就可笑而知了 那么这个状态不要说了 七八分钟 那个我不知道这个 在专业中去看 七八分钟意味着什么 我们认为他就没有进到 及时的救助役 管理不到位 救助又不及时 杨春梅就说了 大东海公司怎么可能没有责任呢 说到这个呢 大东海公司就大喊冤枉了 怎么能这样说呀 事发海域 本来就不是自个的管理范围 说实话 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个义务 要去救人 但是他们不仅第一时间赶到了 还把人救上来了 至少是挽救了他侄女的生命 已经尽力了 不能怪他们 双方各有各的立场 僵持不下 那最后法院会怎么判呢 2016年8月19号 三下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做出了二审判决 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 依照相关的法律 法院认为 在这次事件当中 首先是易某刚他们自己没有服从景区的管理 忽视了景视标牌 在不惜水性的情况下 擅自下海游玩 最终造成溺水 要承担80%的主要责任 但是作为景区的经营管理者 大东海公司呢 也没有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 在沙滩隔离处 没有派专人助手劝告 或者是设置更加醒目的标识牌 在管理上呢 也存在瑕疵 没有尽到合理的保障义务 也需要承担20%的次要责任 赔偿易某刚家属 14.25万元 赔偿居某坤的家属 11.36万元 同样赔偿孙某的家属 11.36万元 同时驳回上诉人 杨春梅等人的其他速度请求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判决结果对杨春梅 他们来说多少有些平衡 到这呢 官司算是结束了 可是对他们来讲 失去亲人的伤痛 却是永远都无法抹平的 是啊 三个活生生的人 说没就没了 还是以这种意外的方式 让人唏嘘 同时呢 更让人警醒 之前呢 杨春梅的律师不就说了吗 这不是个例 有数据统计 三年内有28个人 在大东海溺水身亡 所以这地方 虽然风景一人 却也有人 给他取了一个很耸人的名字 叫夺命海滩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在这片迷人的海域底下 竟然隐藏了一个夺日杀手 正是他值得引起所有去海边游玩的人们的重视 那说到一家人和大东海公司的官司终于有了结果 但是这起悲剧呢 他带给人们的警醒却是巨大的 三条生命 而且据说类似的逆水事故 过去也时有发生 大东海海滩因此还被有些人换作夺命海滩 这称呼虽然有些危言耸听 但是事故频发的背后 的确并非只是偶然的因素 在这片海域里头 确实有他事故多发的特殊原因 众所周知 海南三亚是旅游胜地 有很多海南 海南湾 雅东湾 大东海 三亚湾等等 虽然看起来都被湛蓝的海水所覆盖 但是水性却不仅相同 特别是这叫大东海 大东海呢 是一个半封闭性的这个海湾 在一些季风变化的气候 特别是呢 比如说 4月份到9月份 外来的这个海潮进入港湾之后呢 有很大的可能呢 会形成一种离岸流 会把接近它附近的一些能量 要不是往外拉 或者是呢 旋转到往里拉 所以极可能呢 产生这样一个呢 这个溺水啊 或这样一种事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明白了 刚才所说的所谓的这个离岸流 其实指的就是水里的岸流 没错 这就是导致大东海溺水事故频发 夺走那么多人性命的对魁祸首 特别是这个大东海海域 岸流更是比较多 原因嘛 除了刚刚所说的气候 主要还有地形 原来这个大东海的地形呢 比较特殊 海底会冲刷的比较厉害 有很多深空和海东 这些深空和海东呢 容易导致海水聚集 容易形成岸流 岸流一旦形成 力量很强大 那就像是海里边的龙卷风 一旦被卷进去 就很弹脱身 所以一到那个地方的话呢 你的水性要是不怎么样的话呢 进去的话真的上不来的 要是大的话 我们两个人 我们一般我们去救人的话 一般是两个队员 两个队员去拉的话呢 留大的话 我们两个队员都要拉半天 都拉不出来 如果有海域常识的人呢 他会知道怎么去游一个东西 但如果没有的话 就单单说只会是 觉得自己的水性特别好的 一进去以后 那你就 你越游越游越累了 又烂过来 你越游 又游不上 又越拍搭 你又要呛水 所以我把你游泪 游吸脱了 那就会容易产生危险 所以呀 不要说是游客了 就算是常年跟大东海 打交道的这个海滩工的人员 也是谈暗流色变 那这股暗流这么可怕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辨别和注意呢 所以他这暗流 也没有说是要固定 在某个地方 他时这时那 时这时那 他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浪拍打 进这个沙滩里 进入这个盘里面 一来以后 这浪就出不去 就永远 前浪退回去以后 后浪退过来 就形成一种游泳 那就太可怕了 这暗流是来 卫影去无踪 防不胜防 而且海滩工作人员 还说了 别以为只在岸边上 细水就安全了 有时候岸边 两三米的地方 就有暗流出没 也很容易被拉进去 这个问题 很多海滩都存在 所以大东海方面表示 他们也根据气候的变化 以及大东海的地形特点 专门划定了一些游泳 细水区 以免发生危险 只可惜的是 在具体管理上 他们显然还是有所疏漏的 所以近几年的 溺水事故频发 特别是这次事件发生之后 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影响 事后三亚市旅游支监局表示 他们将督促大东海公司 在旅游安全方面 做出改善 这个我们这个旅游法 出台的相对比较晚一点 相信我相信我们会 把这个报告 评估报告 会这个 会补出来的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肯定会进行一些调研 走访调查 具体这个什么下部什么模式 更便于游客参观和游玩 也更利于这个安全的保障 是啊 毕竟人命关天 我们真心希望通过多方的努力 让这边海滩 不要再夺走更多无辜的生命 当然了 要彻底杜绝意外发生 除了政府部门监管 景区加强规范 也需要我们自身具备 更加强烈的安全意识 炎炎夏日 下海踏浪是很多人出游的首选 可是大家也一定要记住 大海虽然美丽 也很危险 毕竟暗流那可不光是 只有大东海才有的 所以当我们不熟悉地形的时候 千万要听从景区管理部门的指挥 在专门划定的区域内游玩 不要以为自个儿水性很好 就越界 就以身涉险 更不要让孩子涉足 哪怕一点危险的区域 因为一旦发生意外 那就是一个甚至几个家庭 都无法承受的悲剧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几年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你通过屏幕上的来乐方式 告诉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